这个是不是你们在户外所能遇到最恶劣的天气了 这个是我们测试的七件样医药 一共其中有五件是我们自己拉斯的二次的产品 分别是这个橙色的 哥尔泰斯三层面料 全压胶的半硬核的粗帽绳夹克 这个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哥尔泰斯三层pro的多代夹克 这个是哥尔泰斯三层active面料的航海夹克 这是哥尔泰斯pro三层pro黄色的里面带冰霸内衬的东方美学夹克 这个是上面四个是硬壳类的冲锋衣 下面这三个是软壳类的 这是那个十足鸟的伽马 这个是ZP Company类似于一个轻型的软壳类的产品 这个黑色是我们做的哥尔泰斯 Infinim白标面料的运动夹克 所以我们从理论上是说上面四个硬壳 高压水枪也是不会穿透的 因为里面具有哥尔泰斯的核心科技 下面三个软壳类或者轻型冲锋衣的产品 对于白标我没有太多的实践性 但是这两个理论上是会被水穿透的 所以我们先从硬壳上面四个硬壳来开始测试 这样首先水压是不会穿透的 我们希望是这样 所以我们接下来进行我们的测试 开始 今天我们来做这个高压水枪 对于冲锋衣的穿透性实验 首先我们让老板去用高压水枪 演示一下什么是高压水枪 我们开始 可以开始 一打就倒了 一打就倒了 就是压力很大的 这个是高压水枪 然后再出过 你看把那个箱子 这边都划破了 我感觉我的人可能也要被划破了 我们先把这个三层的硬壳穿上 前压就要防水拉的 后期也不配 就不需要配 把它穿上 把它拉上 帽子戴上 然后站在这里 今天穿的这个裤子 也是我们哥尔太子两层面料 穿了一双撒落萌的哥尔太子鞋 理论上是不会穿透的 现在天下不是太热 但是我们去试一下 不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这是第一件样衣测试完成 这个是我们拉斯戴亚的时候 脱下给大家看一下 全压胶的 Dartite三层面料的 这个在极端各类的环境下 哪怕表面的DWR防水涂层 有可能会湿 但是里面因为具有核心科技层 它不可能穿透的 所以我的理论知识是OK的 这个完全没有任何问题 然后它具有速干的作用 所以在15分钟左右 代表就干了 这是第一款 接下来我们测试第二款 因为这个洗车的环境比较吵 生意太好了 这个我们测试下第二款 是Gartite Pro 三层Pro面料的多代 我们会模拟一个极端的环境 刚才其实高压水枪 在20度左右的天气里 其实是非常冷 但是因为是Gartite的面料 你也没有感觉到任何的寒冷 所以这个面料挺神奇的 我自己原来也没有 在这么恶劣的环境下 去进行过实操 我们模拟一下极端的天气 我们马上进行第二款测试 我们马上进行第二款 大家可以看到 我的理论是这样的 我觉得版面的DWR的防水涂层 其实是被倾透了 但是因为Gartex具有核心的科技层 所以从理论上来说 那层是不可能穿透的 所以我把衣服脱下来 我们去看一下我衣服也没有脱 给大家看 所以就是没有任何问题 理论和实践相结合才是真理 所以Gartex面料三层和三层Pro 分别给大家测试了 完全没有任何问题 哪怕后面的DWR防水涂 DWR都没有问题吗 就是这么神奇 15分钟左右全干 接下来我们测试第三款 就是比较吵 第三款是我们做的航海夹克 用的是三层Active面料 Active面料里面就类似于 真枝的一个效果 所以这个我没有太大的把握 但是希望它是Gartex三层 硬核 但是希望它能够抵抗住 然后做测试的时候最好还是把口袋全部拉起来 然后把帽子戴起来 帽子也是我们做的Gartex三层Pro的 日常是用下雨或者跑步冲行都没任何问题 很透气很舒适 接下来我们开始第三盘的测试 畢蒙 中文字幕志愿者 就是理论和实际结合 这个第三款Active面料虽然非常轻薄 35D左右 但是也经历过了这种高压水枪的考验 大家可以看到 其实你在就算航海 因为是sailing jacket 就在航海一些极端的环境 它也能够让你去非常的从容 干爽和舒适 大家可以看到 反面 然后里面 完全没有穿透的迹象 可以看一下我的衣服 因为我穿这个衣服还是比较容易看出来的 没有任何 穿透的迹象 所以Guard-Tex还是有保证的 所以前面是四款硬核 马上我们测试第四款 Guard-Tex三层Pro的面料 所以也不会有任何问题 我们测试的时候会把这个魔术贴贴上 这样的话 会更加的 安全一点 把帽子戴起来 帽子调节一下 我们让 Crosby的教练加甲 举重运动员冠军 来去测试一下第三件的铁铁 应该它的力量会更大 开始 这个没有任何问题 因为你完全不会感受到水去穿透带来那种冰凉的感觉 包括这个Guard-Tex的面料就是这么神奇 而且它有极端的透气性 在防水完全防风 并且完全防水的同时 它的核心层具有这种透气的功效 所以它在户外 就是随着现在气候变化越来越多 在户外或者日常通勤的时候 去背一件冲锋衣 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 但是你一定要选择这种高级的面料 否则它不透气 会让你身体非常不舒适 这个里面 因为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冰霸 非常干爽 冰霸是我选的一种内衬的材质 百分之百同安斯 透气防静电 并且速干和Guard-Tex 是一个非常好的搭配选择 大家会看一下盘面 还是非常的干爽 接下来我要把这个衣服脱下来了 是穿上我的那个自己做的 我们的四针六线腊染的T羽衫 因为这个夹克有可能一会会炒掉 因为我们接下来要测试软壳类的产品 软壳类的产品最大的问题是说 它有表面的DWR防水涂层 但是它不具备核心科技层 所以理论上百分之百会穿透的 我一会会去健身 所以一会穿透了以后就去运动 这样大家还是注意身体安全 一定要注意安全 这个是十五鸟的Gamma软壳 软壳其实最大的功效 是在干燥的气候下防风 它表面做了DWR的防水涂层 所以小雨是可以的 但是类似于高压水枪这种极端恶劣的环境 我个人认为理论上是百分之百不可以的 为了让我自己保命 我把它拉高一点 然后戴上我自己的Gartex的防水帽子 大家会看到 这样的话可能会稍微保命一点 然后我会拼命的把领口拉紧 这样的话水不会流进去 我们开始转销了 好了 差了 才三秒 三秒 才三秒 就透了 大家会看到 它就已经透了 我已经感觉到非常冷了 所以我必须制止它 Gartex哪怕刚才我们弄了超过一分钟都没问题 你看到这边 湿了 已经透了 对吧 然后再看一下这个 就是高加水枪的这个部位 它已经穿透了内部 所以理论和实践相结合 是我对于护腕产品的一个 作为服装的态度吧 所以软壳类产品 在极端的环境下 不要去穿 穿的话 有可能 它很快就穿透了 会很冷 所以在干燥的气候下 大风的气候下 推荐软壳类产品 你看 这边就完全就已经穿透了 所以软壳类产品 虽然表面 做了DWR防水的涂层 但是在恶劣的天气下 是经受不起考验的 三秒 只要三秒就穿透了 我现在换一件提取衫 然后给大家继续去测试软壳类产品 这是一个CG Company的产品 网上很多人 包括Noffice指标 都会做这种叫6535的面料 就是一种混仿面料 它表面上去做了一个 DWR的防水涂层 所以理论上是防水的 但是它因为不具有核心科技层 所以理论上 水如果压力比较大的情况下 会很快穿透 所以我们接下来会测试这款产品 里面我去换了一个 比较容易看出来 透不透的 这个四针六线的腊染机器 一会儿我马上给大家测试一下 这个产品就是比较酷吧 比较有特点 CG Company的一个 这种设计 像苍蝇一样 接下来我们去测试这款 比较危险的产品 因为这款产品 我其实没有太多的理论之事 理论上是会被穿透的 我们开始 理论就是理论 它就是被穿透了 大家看一下 也是三秒钟就被穿透了 后面也明显 这边也明显 大家会看到就是三秒钟 只要三秒钟 六五三五 面料 三秒 三秒 只能进入三秒的考验 最后我们去测试一下 这个白标 Infinium的面料 因为它是一个升级的 Windows Stopper 我想知道 它究竟在原有的 Windows Stopper的基础上 升级了哪一些特点 它在刚到的气候下 是100%去防风的 并且表面具有 DWR的防水涂层 所以在恶劣的环境下 它能不能进入考验 因为它是一个运动款的夹克 我会努力的去把我的领口 去拉上 希望它能进入个考验 但是不知道 我们接下来吃 所以这款白标面料的戈二Types 也是经受出了考验 水稍微有点从脖子灌进去 但是它因为具有戈二的核心科技层 所以并没有被穿透 过来给大家看一下 就是表面整个是非常干爽的 然后这个还是可以的 但是你会看到 因为它没有做防水的压礁处理 所以在缝线的位置 在巨大的暴风雨的下面 和高压水箱的下面 有可能会因为缝线的问题进去 但是日常你去通勤 包括户外运动 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不可能有这么恶劣的气候 这么恶劣的气候 建议大家回家 最后给大家去测试一下 我的这个帽子和裤子 这个裤子已经经受了七次的考验 这使用了戈二Types两层的面料 我们做了一个弯刀的压胶裤 速干 所以15分钟左右就可以去干燥了 最后给大家去看一下帽子 所以我准备抖胆 再测试一下我的帽子 让高压水箱测试一下我的帽子 我马上戴个油公眼镜 给大家进行测试 最后好事做到底 测试一下帽子 这个就比较滑稽了 因为领口肯定会被高压水箱灌进去 但这个帽子 会让大家看到 使用高压三层的Pro 全压胶的 理论上它是不会穿透的 因为我参加过越野跑 里面下了很大的雨 最后又透气 又干爽又素干 都在给大家测试一下 我对我来 我对我来 这个是不是你们在户外所能遇到最恶劣的天气了 哪怕在航海过程中也只能遇到这么恶劣的天气 给大家看看 这个应该是从侧边的这个里面去灌进去 但是这个面料还是非常坚挺 最后给大家做一下总结 户外装备里面一共是五样 我个人认为是上衣里面的主要产品 分别是硬壳软壳皮肤衣或者风壳抓绒还有羽绒 抓绒和羽绒是保暖类的我们不谈 就是硬壳软壳和皮肤衣 我个人认为怎么说呢 硬壳是我非常推荐大家去购买的一个产品 因为硬壳同时具有防风防水透气的效果 并且它具有一个素干的作用 软壳嘛表面虽然做了DWR防水的处理 但是我个人认为软壳在比较干燥的天气下比较适合使用 软壳排第二 第三是大家经常说的皮肤衣或者风壳 这是一个非常便宜的产品 因为我们做服装做了14年了 这个皮肤衣的面料最多也就20多块钱吧 所以这个东西产品理论上售价是不应该超过200块的 这个皮肤有个最大的问题是面料不透气 不透气的话夏天不透气就很热 你这时候把风壳拉开来穿 那有什么太大的作用呢 其实我不太能理解啊 所以我不太建议去买风壳 软壳的话如果你日常进行比较干燥的作业 那没问题穿软壳 它也具有防风嘛 它叫Binder Stopper 但是硬壳是我推荐大家去购买的 并且通过测试我们会发现 Gartex的白标叫做Infinium的软壳 同时又兼具核心层 它具有持续防水的作用 所以Gartex白标Infinium的面料的软壳 我也是推荐大家去购买的 所以大家会看到后面是我们 Last Airs做的一些Gartex产品 前面是大家非常喜欢的多代 这个是我们做测试的时候 东双美学夹克 这个多代有十多个颜色 这个夹克有四个颜色都列出来了 这个是我们做的白标软壳的 Gartex Infinite面料的 就是也经受住了高压水箱的测试 这个秋冬我们还会出 所有的都会出其他配色 这个是我们去做的一个三层Active面料 替代软壳的或者是说 去替代皮肤衣和风壳的一个 非常高级的柔软的超透气的硬壳类产品 以上我都推荐大家购买 不是我去自卖自夸自己的产品啊 而是说这些产品是经受住消费者的考验 并且通过测试我们也能看到 它经受住了恶劣天气的考验 所以推荐大家在这种气候变化多端的时候 备一件硬壳 或者多备几件硬壳吧 给自己 给朋友 给爱人 给自己的父母 给自己的孩子 感谢大家观赏 感谢大家观看